小朋友開心練舞臉上掛著自信笑容 台東資本國小園舞隊成立多年 以北南族傳統及創作樂舞為主 歷年來參加全縣及全國舞蹈比賽 歌舞劇比賽 屢創佳績 日前在南投舉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在民俗舞部分高分90分獲得特優 卡丁布部落他們本身在文化傳承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因為一個社團小孩子從一年級進來 他對他自己的文化會有相當相當的重視 資本國小小朋友聽到特優也很開心 所以這個文化是真的 我們應該要把它發揚光大的 資本國小園舞隊小朋友小學一年級 開始接觸傳統舞蹈 也積極參與部落記憶跟活動 每一次演出都能自然表現 舞蹈其中的文化遺憾 就喜歡舞蹈跟唱歌 去比賽 不然就是表演 讓其他人可以知道我們部落的文化 喜歡自己的文化 然後想把自己的文化故事 或者是服裝等等歌 還有音樂那些 想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得到了這麼好的成績 就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資大老師高雅雯認為 教這群孩子舞蹈名次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從中學習到多少族群文化 很多人跟我說雅雯 那你編舞的方式可以做改變啊 可以做點怎樣 可是因為我比較堅持 每一年的舞劇它都要 源自於部落 譬如說部落的故事 名次真的對我來講還好 還好 可是孩子懂不懂 跟我有沒有交對 我有沒有傳遞下去 這個對我來講比較重要 這邊國小園舞隊在高雅雯老師 及部落婦女指導下 以北男族Leg Leg Bang為題材 成型未婚少女才能穿上的傳統配飾 目前台東只有開大地步跟建合部落 依然看得到這項堅持 加上五馬精湛演出 更獲得評審青睞 拿下特有成績 記者臺東是 參謀報導 至於是 至於是 團長的